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东汉著名的富家和他们的作品 东汉写富的作家首先第一个当然是班固 在东汉前期的慈富家 这个班固 智孟监他是东汉时期福丰安宁人 就是现在陕西的咸阳东边 父亲是著名学者班彪 班固大富的作品有两都富 所以两都富西都长安 东都洛阳 所以这两都 那么还有大兵戏等等 两都富分为西都富和东都富两篇 根据班固的秩序 说自东汉建都洛阳 那么西土其老仍然希望富都长安 就仍然希望还是回到长安去建都 那么作者因此做这些富作为进行反驳 西都富就假设西都宾客向东都主人夸耀 长安行事如何的简要 如何显要 行事如何显要 物产如何丰富 宫廷如何华丽 那么在作者的笔下 所以西京的城市宫殿特别的壮美 你比如说他写《朝阳殿》的一段 写《朝阳殿》的一段 那么也是写得非常的华丽的 因为这个文度比较长 我就不全部照念 大家可以去看作品 都是写得比较华丽的 而且这样的对宫殿的描写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这种豪华土地的风雨 写着这种华雀重电的壮丽之美 所以他在美学的风格上 跟汉富的最终壮美的风格是相一致的 那么在东都富 他是借东都主人之口来称说洛阳之盛况 想借此来否定西都宾所代表的 他能称赞旧的京都的美的这种理想和想 重回西都建都的这种的京都意识 所以在《东都富》当中 作者也极力地描绘了洛阳的法度 赞扬了后汉制度的美圣 同时来圣赞和光武帝建造重造刚迹的赫赫攻心 颂扬和光武帝迁都改议的重要的决策 你看这样的模式跟子徐上林富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在这两篇富中 西都富的体制描绘词彩夸式 很多都效法了子徐上林 东都富他就比较温润典雅 相对来说铺层会少一些 那么可以看到他大概受到了杨雄的长阳富的影响 杨雄长阳富的影响 两都富是长篇巨制 但是作者能够围绕着主题来做文章 又能够做到反简得当 层次分明 结构严谨 脉络清晰 所以我们说两都富还是有它的特点 而且它的比例相当的矫健 有横强的概括力 所以作品收到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总的来说两都富 它与真实跟夸张相结合的手法 既有写真实的部分也有夸张的部分 描绘长安的城市布局 建筑的风貌 各色人物等等 那么既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写 但是在夸张当中也有写实 所以这个在富的发展史上 特别是在都议富方面 写城市写都城 都议富方面有它的开创意义 这是班固 那么第二个我们谈谈张衡 张衡字叫平子 是南洋西俄人 据说张衡也是邵时上文章 十七岁的时候就游学三府到了洛阳 能够通五金冠六议 但是他淡于名利 不愿意出事做官 所以三十三岁的时候 应召为郎中 那么东汉安帝的时候 签为太使令 后来做河间县王的相 死的时候是62岁 张衡是东汉中旗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那么他在富座方面 张衡模拟班固的两都妇写了二金妇 那么也是写金诗了 写金都的圣矿 这个二金妇在结构模篇方面 它可以说是完全模仿两都妇 以西都 以西金妇 东金妇来构成它的上下篇 但是它在描写世俗生活方面 在描写世俗生活方面 比班固来得更加广阔和细密 富中所写的都市的街道老 市场 商人 富民 游侠 便士 还有那像杂具 歌舞 马戏 魔术 可以说是零零种种 这个乌不容错 必端 容错 必端 所以可以看出 在这个二金妇里面 作者把兴趣转向了现实生活 转向现实生活 写的是京都里头的市民生活 所以这是对司马香楼 杨雄以来 附体文风的一个转变 在内容上 它有一定的变化 另外二金妇 长达七千六百九十六个字 所以它以规模宏大被称为 京都妇的集轨 达到了极致了 达到了极致了 所以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 文具创作的一种发展 这是张恒 张恒所作的大妇 以二金妇为代表 张恒妇作应该注意的是他后期所作的 其实是短妇 龟田妇 龟田妇只有211个字 是一篇抒情小妇 这篇妇不长 但是我这里是中间的这一段 也是特别为人称道的 一是种春令叶 食和气清 言须玉茂 百草食龙 王须古意 昌根哀鸣 娇尽携行 观观音音 一言逍遥 辽以余情 这篇妇 我们从全篇来看 作者他用平浅清新的语言 来书写自己不满黑暗现实 那么情愿什么呢 归返田园 归返田园 从事住宿的一种心情 妇的思想当然是反映出一种 自己的报复无法实现 无法伸展 但是又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这样的一种矛盾 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矛盾 思想矛盾和苦闷 那么我们来看归返田固 他在体制上和在艺术上已经有了独创性的变革了 一个他篇幅短小 开门见山 直接建言 所以他没有什么繁琐的词汇来铺絮 是吧 反正的铺絮 用堆砌词汇来进行铺絮 而只是用精练的语言 借典型的物像来发挥他的情质 发挥他声称的隐藏在心里面的一种情质 所以这就是他跟大副事物有很大的不同 不仅仅是说是因为篇幅变小的问题 是吧 语言上你看也有很大变化 其中刚才我们讲到的 写《众春令月》的这个 春天的这个景色 是历来被人家所称赞的 这段的田园景色的描写 的确是清丽可喜的 是吧 清丽可喜的 所以这是像这样中间这个 《众春令月》的景色 可以说在这附中 它兼具有诗意和诗境 就诗歌的意境 那么你读 多了这种汉大户的那种繁琐的铺序以后 你读这样的短户 当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然给人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以说张恒的归田户标志着慈户的抒情画和小品画的到来 不再是那种繁琐的铺序的龙肠的那种大户的体诗了 在《大户体诗》里面也谈不上抒情 也见不到抒情 但是在这样的归田户里面已经他有不是在铺序描摹事物 而是抒发自己的情感 而注重用清新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景色 所以他篇幅又短小 所以具有小品画的一种特点 所以他归天户标志着慈户抒情画和小品画的到来 所以张恒历来我们大家更称到的是他的抒情小户 那么东汉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赵义 赵义字叫元书 是东汉末汉阳郡西县的 就是现在的天水甘肃的天水 这个申株年不祥 大概和后来蔡庸同时代 生活在汉宁帝和汉县帝这个时代 赵义是东汉末年最重要的富家之一 这个龚克昌先生 当然这个关于汉富 大家可以去阅读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的汉富研究这本书 龚克昌先生曾经评述赵义的富 说是揭露社会问题之深入 感情之激烈 鄙视之凌厉 措辞之尖刻 在富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评价也是很准确和精荡的 因为在东汉后期 随着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来一生 那么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大富 已经为富家所不为了 大家隐匿了 老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歌功颂德 为大家所厌弃了 那么揭露社会黑暗 抒发内心的愤懑 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内容就必然反映到富的作品来 必然反映到富作中来 所以这样这种以抒情写怀为主的富 当然他是不可能像大富那样来写得洋洋傻傻的 篇幅非常绵长的 所以这就是到后来东汉后期 抒情小富能够产生的原因 那么赵毅的代表作 赤士鸡邪富 就是东汉末抒情小富的代表作 富中他以极份的感情 揭露了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 也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 所以在富中可以看到 赵毅已经洞察到当时社会的危机 感觉到汉代实际上已沦为了末世了 你不是他其中一段的描绘 这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所以以此契今情伟万方 宁产日志 钢渴消亡 四字结识 正设徒刑 一语明子 俯拍豪强 烟检反俗 立志旧殃 结设逐物 日复月唱 浑南同祸 孰温孰凉 邪乎险境 直逝悠惨 这个了解的这些 世事结识 郑瑟徒刑 邪夫险境 直逝悠惨 就是说黑白颠倒 混淆是非 正像曲原所描绘的那样 黄中悔气 挖虎雷鸣 也像贾一在《吊窃夫》里面讲的 踏龙显尊 钢之 那几句话一样 是不是 所以作者在这里 也是用几句话 把当时污浊的社会勾勒出来 那么更可贵的是 赵医他不但揭露现实 而且一针见血地 挖住病根 在他这个《吊窃夫》里面说的 命迹民生之命 唯利己而自足 也就是同志者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意望 哪里会想到老百姓的利益呢 所以对于这样的社会 作者强烈地表示了自己愤世疾俗的一种反抗精神 同时也表示自己坚持操守的一种坚定的信念 所以他表现了一种彻底的否定和决裂的态度 所以在最后 你看这几句话说 令饥寒于尧顺之荒岁 喜不宝软于当今之丰年 臣里虽舍非王 伟义虽生匪存 所以我宁可在尧顺之事 那是民军统治之下 那时他有荒年 那我宁可在那边 在这样的盛世里头 在民军之下 这个恶死 而不愿意在现在当今这样的一个黑暗社会当中 哪怕都要保暖 所以要坚持礼仪 虽死犹生 违背礼仪生犹死 所以这篇的《复》 我们说语言得非常犀利 感情激烈 把人家前面比较更加有深度 跟前面其他的作品比较更加有深度 那么从风格上说 他改变了汉富的那种版制 改变版制的这种风格变为苏大 改变了华丽为通俗 他不再用那种华丽的词语的堆砌 而用很通俗的语言来描绘出 当时社会的状况和自己心中的分门不平 所以他对汉富的发展变化 是有贡献的 所以这个赵裔的赤石鸡血富 作为东汉书情小富的代表作 在富的发展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造语